经济前线州雪兰额确诊数字高居不下 接种速度却相对缓慢 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协调部长海里表示 雪州正在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 因此不排除安排雪州子民到吉隆坡 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提升雪州的接种率 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与雪州政府 过去一个星期就疫苗课题争论不休 凯里今天重申 尽管雪州得到最多的疫苗 但是境内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 以至于接种效率严重落后 当局会在下个月开始增设更多的接种中心 凯里今天与卫生部部长拿都斯里阿汉巴巴召开立场记者会时透露 目前国内疫情暴风眼集中在雪龙和森美兰 当局会在这些地区加强接种效率 阿汉巴巴表示 国内已经进行了超过1700万次聚合煤炼式反应筛减 总体阳性率介于5%左右 至于为什么我国经历长达一个月的全面封锁 病例还是有增无减 部长把原因归咎于变种毒株入侵 阿汉巴巴表示 源于印度的Delta毒株已经入侵全国8个州属和直辖区 其中9宗是境外输入 另外13宗是本土感染 另外接下来两天 我国将收到日本捐赠的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以及美国提供的100万剂辉瑞疫苗 这批疫苗有助于提高国内的接种速度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